可以看到画面中一群长辈们身穿学士服 为彼此戴上学士帽 脸上洋溢者笑容合影 还有孙子孙女也前来参加阿公阿嬷的毕业典礼 这是嘉义县帆路乡农会开办的绿色照顾站 今年迈入第四年 三号举办颁奖典礼 带您来听一段访问 这学士服 我们现在先听话就说 其实真的让我们对内心里面欢喜起来 也利用颁奖的机会让大家穿上学士袍 体会大学毕业的感觉 范露乡面临人口高龄化困境 农会开办绿色照顾站 举行相关课程 许多长辈都已经参与四年之久 彼此感情都很好 这回颁奖典礼 长辈和孩子们开心分享 学习的成就和喜悦 仿佛时光倒流 原了没能实现的大学梦